哎呦了世界雨 甜甜的不鮮 大家好 我是LAYO 今天來看馬扎爾人對上喬家人 這場比賽是CUP的阿拉伯比賽 那先來看一下大約出生點位 9點多方向的馬扎爾人 那馬扎爾人的特色是他開局 就有這個免費的一攻的優勢 或就是帶一上去肉碼就有6點傷害 非常可怕 而且他刺猴的造價也是比較便宜的文明 那後期的馬扎爾人可以打馬攻路線比較適合 尤其是打這個反虛攻 射成8點攻擊力可以高達12點 非常的痛 那他的馬攻路線還有這個團隊加成20%的馬攻製造速度 所以現在城堡時代不會像以前一樣 這個慘的慢反而沒有辦法打出優勢來 那馬扎爾人打法還是比較偏向騎兵路線 攻兵路線的話雖然能打 但是會打到強的情況 還是只有遇到薄薄人的時候可以考慮使用 那槍兵路線也是堪用 沒有三級鎧甲 但是有大槍兵 防對方駱駝 還是相當好用的一個東西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大約出身點位 三點鐘方向的紅色玩家 安迪喬治亞人 喬治亞人的特色是他強化教堂附近 18格內可以獲得10%的工作效率 那他的騎兵路線是比較厲害的 因為他有三級 馬凱 三級弓 大洛馬 雖然沒有遊俠 只有重裝騎士 但是他的寶兵 莫娜絲帕 只要每七隻的騎士 或七隻的莫娜絲帕 都會增加一點傷害 這個莫娜絲帕的傷害 所以後期的喬治亞人 主要還是打這個寶兵UU會比較強 那阿茲諾騎兵呢 又可以讓自己的騎兵人口 張揚人口減少15% 所以後期的騎兵路線 也可以產的更多 越多越強 那他的路線呢 雖然可以打馬功 但是是比較遇到 需要打馬功的情況 才會用 因為他沒有拇指環 也沒有三級的工兵鎧甲 所以馬功到底什麼時候打 算是一個 蠻看判斷的事情 那我是覺得應該是遇到 像什麼條盾 或是貴族鐵席之類的 再打馬功可能會不錯 好 那喬治亞人呢 他的經濟來說 也算是還可以的 因為他有這個輪根字數 但他有缺點了 沒有這個二級挖進了 所以後期的黃金 可能會有點吃緊 可能還是要派更多人去挖才行 然後其他的工程方面 也沒有火炮的關係 所以要工程的話 還是要靠巨型投石機 或是大衝車 作為阻力會比較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兩邊的地圖 然後現在看到地圖的部分 左邊黃金在前方 右側的黃金 是在野外 看起來黃金的地點 都不是太好 這個黃金雖然在 偏後方的位置 但是他沒有其他地方可以掩護 要是這裡有一坨木去掩護他的話 就很不錯 但這裡要小微的話 還是可以做得到的 小微 這樣稍微小微一下 這裡維持 好維持 那我們來看一下 打高這邊 黃金在後方 果子在前面 而且有一塊黃金在前方 兩塊黃金在前方 這就很不妙 然後可能在城堡時代中期 這邊要趕快開下城鎮中心 會比較安心 那安迪這邊也是 前期可能要把城鎮中心往前補 不然就是前方要補一根城堡 或是差這個位置 手下大規模 大規模的面積會比較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兩邊封建時代會怎麼去做一個開局 那目前的打法流程 還是會打落馬開局會比較適合 哇靠 安迪這邊是怎樣 16P 點封建時代 哇 完全沒斷春 然後 城鎮中心也沒有閒置到 16P配置 這個相當極限 那極限配置的部分 說到我們一直在提倡 不要盡量去學這種 極段的打法 如果你已經很熟悉力我的話 這種極段配置 還是練一下會比較好 越極段配置 優勢真的是越大 好 那這邊很早上去的關係 落馬按個三隻 應該是極限 好 那這邊安迪上去之後 馬沙爾人這邊也開始出肉馬 好 那牆壁也要寄的按 牆壁肉馬都要寄的按 好 那太早上去的關係 現在經濟有點差 趕快補下農田 異農一木都點了 安迪這邊打一個是經濟流 馬沙爾這邊是省了異農 決定要來打個 弱馬爆 這個打法也是 HERO 很喜歡的 抽藝農 出槍兵弱馬 前壓打法 現在很多職業選手都是用這個開局方式 這個打法的優點 是你出弱馬 也可以有機會反制到對方的槍兵 甚至有機會掃到對方的 這個資源點 像這個果子的資源點就不是很好 所以我才說這個果子 真的是位置很糟糕啊 所以前期還是要特別注意自己的果子位置 會不會被騷擾 如果會被騷擾的話 就要趕快圍牧牆 或是圍牧牆 或是圍牆子在周圍 先把這個資源點圍起來 會比較安心 好 當然安迪這邊是點一龍一木的關係 打算走不交流 所以經濟上 不會想要去投資太多槍兵 反正我回去伐木賞田就是了 火子不吃也罷 好 這個吃素 改天再吃 火子是酸的 那目前看起來 打到這邊也準備要來圍架了 龍天沙差不多 好 安迪會放棄這個魔防嗎 馬扎爾這邊 最後打一打 沒有把魔防給敲掉 好 是害怕對手突然一個反撲嗎 感覺直接敲掉是沒問題的 好 這樣就沒有賺到一百木 好 後面趕快修理一下 跟馬就 好 槍兵按了一隻 最後馬繼續了 並沒有轉出射箭場 那我們就是打一個直直上去的流程 好 過來繞一下 兵工廠開敲 好 安迪這邊點下了城堡賽 好 槍兵要小心 做得到嗎 看起來做不到 往後拉回去 三隻落馬 在前線 稍微開打一下這個木牆 回頭戳一下 哎呀戳到了 好 安迪也補下了跟品種 兩邊都是點下品種路線 馬扎爾爾這邊要轉弓兵路線嗎 沒有 沒有補射箭場 所以應該是去走騎兵路線了 那我是覺得打喬治亞走馬攻會比較好 因為 自己雖然有免費的惡攻 但是如果讓喬治亞轉出 申旅跟莫娜斯帕的話 其實會很難受 哇 這個槍兵怎麼送掉之後 肉馬才出來 欸 怪怪的喔 怪怪的喔 這波安迪怪怪的 哇 真的是 超 超奇怪 怎麼把自己肉馬的血量都送掉呢 哇 真的是沒有控好 好 右邊補了一個城鎮中心 先走開農路線 後續這裡也是補下一個城鎮中心 哇 這裡可以補城鎮中心很不錯 那前線這個城鎮中心就沒辦法補 那現在是走輕騎兵路線 走開局 喬治亞 工作效率 看看這個工作效率提升一下 哇 這邊大量存名喔 就可以獲得這10%的工作效率的加成 這邊喬治亞經濟就會瞬間起飛喔 好 這裡雙TC開農 補一個修道院 欸 最後還是走馬攻路線 OK 那為什麼打喬治亞走馬攻路線會比較好 是因為 雖然馬薩爾人免費的二攻跟三攻 還有這個一攻 但是 喬治亞要是轉出了莫納斯帕喔 兩邊的騎兵對撞的時候 莫納斯帕的優勢會更大一些喔 那到時候你可能就要轉成 不齊作戰喔 可能自己要轉一些槍兵去防守對方莫納斯帕才行 那如果是走馬攻路線的話 待會地王時代也可以轉反驅攻喔 8點射程的馬攻路線也是非常強大的 因為莫納斯帕呢 是比較害怕射擊單位的 血量比較少 比較害怕馬攻 這種可以拉打單位了 好 那現在喬治亞輕騎兵路線 血量先往回拉一些 馬攻現在要反之的話 還是要抵靠農炮 這邊想要偷射一下村民 村民收吹一下 等一下的神聖斯帕的聖旅 再次往前招響了 刺猴刺猴 沒有辦法招響到 好 馬攻過來 招到馬上秒招 原來沒有斷招響 順利的招響掉兩隻馬攻 這裡想要射掉聖旅 但聖旅順利的收了進去 信息便上前爆打一波 打高這邊的馬攻 數量瞬間下降 哇 這裡損失的非常多 騎士突然爆出來 馬攻過來了 現在只有雙出現場出馬攻 算是蠻極限的 但是好處是3TC可以早早補下 早早補下3TC 馬攻上高地 招架這裡沒有騎兵鎧甲的關係 所以不敢上前硬打 要是這裡有二防的話 他一定會上去的 但是這裡連一擊馬鎧都沒有 你還是先撤吧 安迪 好 3TC 趕快補下 不怕我先防守住 阿凱終於補了 好 聖旅再次想要逼退馬攻 馬攻數量12隻 再打高也是3TC開農 那這個路線來說 對於打高是比較舒服的 待會要結束帝王世代打法 也比較舒服一些 好 這裡有強化教堂 可以稍微躲一下 沒有彈道學 再設有一點歪 來 還在射 等於趕快著想 兩隻村民跑不掉 最後首殺 是由馬渣爾人拿到兩殺 好 前方這邊想要做一波騷擾 家裡馬攻稍微擋住 用承認中心稍微堵住了口子 小架並沒有直接往前衝 但我怎麼覺得往裡面衝的話 是一個好機會阿 那如果這一坨送掉的話 那 反而如果 雖然有騷擾到 但是如果家裡沒有單位防守的話 壓力就會很大 那我怎麼覺得還可以送一下的感覺 哈哈 這一坨送掉抓村民 家裡用弩炮防守 好像是有著打 我們這邊是上帝視角 並不知道 其實打高家裡 並沒有太多馬攻 主要的馬攻剛剛都在前面 現在是這一坨回救了 就可能不能打 所以這個 敵軍的主力判 在哪裡喔 然後哪時候去偷村民的 我覺得是蠻重要的 安迪並沒有直接往前衝 要是這裡往前衝的話 後方這些村民都要四處逃竄了 那以後他不衝的原因 也有可能是因為沒有點下一攻的關係 沒有點一攻的話 騎士砍村民要五刀 這個擊殺村民的效率也不是那麼的好 所以只能說高手們他們注意的細節 跟我們一般的玩家注意的細節是完全不同 好 這裡馬凱二級沒有點 弩炮打掉了非常多的馬攻血量 後面又補了一個強化教堂 增加一下挖持的效率 這裡安迪的目標 還是希望可以趕快把這個城堡挖出來 好 待會就可以轉出大量的莫娜斯帕 那待會城堡可以搞定 蓋在這個位置 這門口位置 或是在上方這個位置 或是下方這個高地也行 或是中間這個位置也行 因為這裡可以守住黃金石頭 主要這些城堡位置 可以讓自己的莫娜斯帕 比較可以安全量產莫娜斯帕的位置 如果你城堡太往前岔的話 你又想要打寶兵 然後你的城堡又一直被人家巨頭11進攻的話 你是很難穩定自己的產量的 所以這也算是一個小小的觀念 要打寶兵的話 城堡盡可能的不要往前蓋 也很危險 但往前蓋城堡還是好處多多的 可以給對方更大的壓力 控圖騷擾進攻路線也會比較好一些 所以斯伊利國就是這個細節累積的遊戲 誰的細節做得更好 優勢就可以獲得更多 好後面農田開始補下 農田不到32片田 城堡補在正面的位置 這在我劇場的位置 然後待會上面這裏三根堡也可以繼續連貫 下面這裏也可以考慮補一個 或是後面放在這個位置 好喬治亞這裏二級農田 這個一攻也點下 現在拇指環也補了 弩炮這邊串燒 打得很漂亮 這一波 打掉非常多的馬弓血量 打還好這裏有品種 所以不太容易死 品種一定要早點補下 那現在麻雜人點下了拇指環 這個時間點拇指環我覺得也蠻微妙的 拇指環需要300肉 這個資源量的話 好像是可以快要點帝王時代的 如果稍微存一下錢的話 然後提馬弓是可以點帝王的 但是現在打高並沒有想要點帝王的意思 甚至還繼續補馬弓數量 而且馬弓數量太早的話 是沒有辦法給到對方極大的壓力的 好這邊騎士血量補滿 馬弓再次出發 這次就要繞路了 接下來進攻就要從這邊繞路 正面補一個城堡真的是不錯 好當然喬治亞這邊細節做得很不錯 到處都有祥話教堂 增加自己的伐木跟挖金晃村民的工作效率 好這裡用強化教堂 將加TC的傷害直接射掉了大量血量 好這邊騎士直接往前想要來蓋寶 這一波馬弓可能很難蓋起來 莫達斯塔現在遠防是2加1 只有3點 現在馬弓的傷害是8點傷害 所以怎麼射還有5滴血 好這邊又要再嘗試出來蓋寶 好但這些村民好像被抓包騎士有看到嗎 好看到出來蓋的村民往回拉走 馬弓趕快回救一下 下方的馬弓趕快撤走 這裡還撞到了城堡 好這裡蓋寶 馬弓可能要硬上了 這一波安迪抓得非常漂亮 打到這邊正面沒有槍兵的關係 勢如霍竹 先點掉莫娜斯塔 這裡後面著想一下 好這裡蓋寶 撞到了 趕快高打第一 解掉這個蓋寶 好回頭就去蓋寶 這一波安迪算是打錯的東西來 打高有點尷尬了 臭屏數開始落後 人家4TC農上帝王時代了 而且馬卡也補下 這一波安迪非常動的轉 讓這個城堡村民 大概當季有10幾隻的村民 沒有辦法工作 甚至被擊殺 經濟差距開始被打得出來 現在經濟差距大約2000資源 喬治亞的莫娜斯塔 快要成型了 好第2根城堡 補在了上方的位置 沒有盡可能往前補 但打高這邊就會比較 急需往前補的需求 待會如果要補的話 可能就要補這個位置 從這邊開始進攻 架巨頭 開始攻擊喬治亞城堡 好這個城堡 蓋在了偏上方的墓區位置 這樣待會伐木工 也會比較安心一點 像喬治亞能安心伐木地區 就比較少 像右邊這塊區域 這塊區域要是也被丟進來 也會很難受 上面先補一根城堡 走一下石頭區跟墓區也不錯 好 折迷木達斯塔 從後方想要繞進去 現在馬工找不到對手可以打 不知道對方的主力在哪 好到後面這裏漏頭 趕快拉馬工去後方 這時候已經看到了 看到小地圖了 這裏要手撕城的東西嗎 沒有 感覺好像有點衝動喔 這時候漏頭好像不太妙啊 這裏可能要趕快跑 拉了一些馬工往左走 但是主要馬工還是往前 拿來掩護這裏蓋寶村民 但墓拉斯塔數量越來越多 哇這個傷害 兩次激活 點掉一隻墓拉斯塔 效果非常的好 好 最後射掉剩下的墓拉斯塔 墓拉斯塔解決掉 下方的馬工也抓到了 在地圖的墓拉斯塔 馬工抓騎士 這波撤退又要死一些騎士了 安迪這時候補下3技馬鎧 帝王時代還有10秒鐘 打到這裏馬上補下了工兵鎧甲 好 但這根城堡 沒有辦法蓋起來的關係 待會這根城堡會被 三根 兩個城堡 巨型投資機圍攻 壓力就會非常大了 壓力就會非常大了 下方馬工又抓到了 小子亞的騎士路線 好 升到電王時代 馬鎧的人 要不要先點反驅弓 或是先點三級射呢 三級射感覺要先補 好 反驅弓繼續 或是先點化水也行 雖然家裡資源不太夠 雖然經濟不是那麼的好 好 巨型投資機開始量產了 這裡城堡高達低 感覺這根堡很快就要送掉了 好 馬工抓到吃果子的臭名 怎麼帝王時代還在吃果子呢 突然想要吃素 好 基本可能以下營養 好 兩台巨型投資機開始進攻 莫娜4%從後面 想要抓巨型投資機 有機會 只想先圍一下 結果巨頭沒過去 結果後面巨頭還是被包插成功 但是這裡也要損失一些莫娜4% 這個代價有點虧 好 但是精銳莫娜4%跟三公 都已經提升上去了 馬工現在最大問題是沒有辦法 很好成型 反驅弓沒有點 化水沒有點 先點化水吧 怎麼先點安息人呢 化水這裡要趕快點 還有反驅弓 但現在問題是農田不夠多的關係 現在馬工到處四處收斂 但是有點罪不太傷 對方開農的速度 經濟依舊很好 在農田數量很少 好 要是這裡想要轉肉的話 還是要大量村民去撒農田 這裡其實多投資一點田 也不是太大的問題 至少要投到40片田吧 片田左右的話 後面要轉大肉吧 也可以是一個不錯的選項 或是要轉幽霞 但是覺得轉幽霞的話 應該是不太肯 走這個打喬架人 這個時候轉幽霞 基本上是在自殺室的行為 這邊黃金一定會不夠用 好 這裡點下了反驅弓 跟化學 右側村民 能抓到嗎 上高地 上高地 高地開都 分兩坨 喬架這波終於被抓掉了大量村民 所以剛剛才會說 後面這個墓區是相當不安全的原因 因為很容易被人家溜進來 但是暗地好像早有準備 左邊這個墓區可以穩定開採 那這塊黃金也被拿了回來 現在巨型投資機回到正面 喬架的經濟開始好轉 等一下的話學三攻 戰寶兵也補下 OK 反驅弓有了 現在射程來到了11點傷害 射程來到了4加4 凍裝馬弓最後補 OK 這個環面非常好 現在這個情況 對於小子亞來說是相當尷尬的 現在騎兵數量還沒有成形 人家馬弓數量很強 但是城堡蓋了起來 這個打得漂亮 巨頭趕快架起來會比較好 好 這個直接吃了城堡大量見識傷害 你的速度有點快啊 好 弓箭鎧甲趕快提升 安息人戰術好了 遠防來到0加4 喬架等下專滑技術 那喬架人城堡 高地城堡還是有傷害減免的效果 減免免記得來到快要40%吧 非常多 10萬塔來補下 怎麼會點10萬塔這個科技呢 好 上方這裏 有一個小小多線 安迪這邊多線 開始打出了一些東西來 三台巨型偷襲 巨型工程 左邊的莫納斯帕 溜了進來 這一坨上來是21點啊 太可怕了 莫納斯帕 7 3 21 21隻莫納斯帕 就可以加3點傷害 天啊 這個傷害 太暴力了 無情的莫納斯帕 手撕TC 搞定 好 這邊再繼續趕快吃掉 燈毛兵 開始回頭反擊 哇 打得很痛 右方的城堡 要被拆除了嗎 小炸這一波要從左邊左邊包夾 應該是有機會 馬炸這邊馬弓數量雖然很多 但是沒有全部距離在一個位置 應該四處防守的關係 但是後方還是被抓到非常多的村民 這一波莫納斯帕打出了非常多的戰果 側面的馬弓消失之後 莫納斯帕開始上前 想要去抓巨頭 但馬弓並沒有真的離開 又回頭了 但這頭回頭好像還是能擊殺掉一台巨型偷襲 應該能守住燈跟城堡 上方的位置 馬弓還在繼續被衝刺當中 左邊的莫納斯帕 又再次手撕城堡中心 現在安迪三向進攻 但是安迪只守住兩側 第三側的位置 後方城堡中心直接被偷家 被偷家之後打出了拒絕 我們恭喜安迪拿下比賽勝利 這場比賽安迪打得很精彩 三向進攻雖然是兩面被擋住了 但是上方的位置 這裡真的是擋不住 經濟直接損失到了 快要不到100村 後面經濟被拉開了 會後續更難打 那我們經濟來看一下 經濟的部分 是由喬治亞人拿到食物上的勝利 快贏了1萬食物 這個資源量 真的是喬治亞的特殊效果 強化教堂 帶來的效果 真的是很不錯 三個強化教堂 可以讓這邊大部分農田效率變得非常好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下期再見囉 各位掰掰